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在鏡頭前氣的大罵 全英偉日前手機訊號分析說 被國民黨批評是監控人民 藍委黃建豪更點名 國會改革法案生效後 第一個要調查的就是王毅川 藍委要王毅川說明清楚 但王毅川不斷 他主要在電視上宣稱說 他能夠透過基地台來取得序號 來比對民眾的政黨自治形象 這很明顯的違反了通保法 我們也希望能夠邀請王毅川 以證人的身分來說明 他從何處取得 去哪裡取得相關的資料 他怎麼樣去得到這個 基地台民眾的序號 藍委要王毅川說明清楚 但王毅川並非公職身分 若法案生效被立院叫去調查 恐怕坐實民眾擔憂 可能被查水表疑慮 尤其3號立院交通委員會 邀請訴發部NCC等部會 以及電信業者 就手機定位分析個資進行說明 擺明見指王毅川 立法院的重點在監督政府和官員 若要透過委員會公審一般人民 真的不恰當 此力一開未來恐怕人人自為 立法院職責本事監督行政權 如今要把手在身上人民 恐怕在先擴權爭議 三選高官是十選台北採訪報導